曹文汉今天打了先发 然后内线有希克森 为了对阵山东的高度 今天马尔丹也带着先发 小前方位置上则还是巴赫拉米 最后出的还可以 但是巴赫拉米没能打进 回防的速度同期对有点太慢了 莫泰外线被放空 三分的机会投进 莫泰走底线 翻身换右手勾好球 莫泰外线第一位娴熟的脚步 然后左右手勾手 让他的进攻更加的丰富 曾经效力于新疆队多年 这几个赛季来到了同期 暂停回来 第一位莫泰 莫泰真漂亮 莫泰状态好的时候 看他第一位的进攻真是享受 山东这边 陶汉林和莫泰两个内线 现在各自12分 莫泰今天状态真好 反击之中 今天山东队就是抓反击 抓得好 杨丽也很可惜 篮板没拿到 然后山东队又要起反击了 虽然 应该也是虽然今天的首度得分 也是连续多年参加了CBA扩兰大赛 哎呦莫泰啊 莫泰今天这个右手的手感啊 真的是神了啊 老森 墙上 虽然没打进 可是又是莫泰飞了出来 又是莫泰尤纳斯的补篮 现在莫泰个人得分 也22比22 追平了CBA扩兰 这个球啊 郭一飞自己出手就知道没了 急得跳脚啊 莫泰这球扣在篮脖子上 但是郭一飞有犯规 今天山东队 是虽然 球传得不错啊 山东队今天的快攻 下的真是坚决 而且我们看 跑在最前面的 又是莫泰和贾成两个内线 哎呀 今天就是小丁的 这个投篮啊 确实是手感一般啊 连续传导 山东队四个人 全部快速出球 篮下虽然打进 哎呦莫泰 漂亮啊 反击 四打二 莫泰再来 在这个抢断 以及传球的选择判断上啊 真的是表现出了一个老将的特点啊 打得非常的冷静 这个三人今天要是打的时间多一点的话 有可能拿个40加20之类的 哎呦莫泰举重热轻啊 老森给莫泰 莫泰啊 有好多个选择 然后犹豫了一下 看看也没人防自己 那就上篮吧 一共十九中三啊 莫泰 再转 定业宇航 凯撒和梁伟在晒后握手之一